你看今天韓國瑜的動作 你就發現韓國瑜真的不是以前 那個炒泡韓國瑜 對啊 都扁了 而且他的招式 真的花招真的是擺出 你知道嗎 近景他跟柯文哲講說 看著我的眼睛有沒有 我就說你看他會催眠術 真的是迷惑人心 他馬上把柯文哲 柯建民整個就冷靜下來了 不過我就說這兩個眼神之間 高手過招了 不知道幾百招了對不對 我們還看不出來對不對 今天韓國瑜更厲害 他今天跟你說內力驚人 你看你們的腳炒作一團對不對 他坐的椅子都能夠慢慢倒下來 椅子不要倒下來 你看 內力驚人來跟你說 武林高手坐在主席台 我才是武林高手 我只是現在還不想出招而已 你們的情緒跟我的椅子一樣 跟我緩下來 你們給我小心一點 對不對 以後我如果起背面 這個椅子不是往下降 是往上升的 穿寬寬 都要跟你說 所以跟你講 你看 韓國瑜今天這個一個朝野協商對不對 首度的朝野協商 藍綠白三黨都覺得不行不行 各有幾件 韓國瑜一個椅子落下去而已 整個都冷靜下來對不對 默國昌覺得沒戲唱 乾脆退席 沒練協商 你看 所以跟你講 韓國瑜真的是武林高手 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這幾年的植服 不知道是學了吃了什麼大補丸 還是什麼練什麼武功 你真的是不要小看他 而且今天說真的 你看他新春團拜 他今天是拿稿念 瓦領金 稿子表示他對立法院院長 這個位置有沒有 他是謹言慎行 戒慎恐懼 韓國瑜 不可以出什麼頂大對不對 這個代表了國家 所以你看 韓國瑜已經不是以前那個韓國瑜 現在不可以說他草包 不可以說他抽空 對不對 他怕團拜這麼早就來了 你看 說他什麼睡到中午 哪有可能 而且人家早就準備好 他今天都講得很好 而且他今天還告訴 那個立法院的職員 羅斯九鎖緊 對不對 你看 他開始嚴格起來 他真的是要做一件好事 好啦不管 今天反正首次的黨團協商有沒有 真的黃國昌就韓國瑜沒面子 對不對 我覺得黃國昌今天這個意思 實在是沒道理 他一直堅持什麼 二十號要讓陳建仁先來報告說什麼 施行施政報告 十安會報要加開院會處理 之前加開院會或什麼東西 之前是什麼 疫情的那個疫苗專報有沒有 他就是在禮拜三禮拜四 那個疫情專報是怎樣 是因為那時候疫情期間 會死多少人對不對 這個疫苗的東西的話 你當然要趕快處理嘛 對不對 那這次說這個實安問題 說清楚 人家是講說 這是天捲之肉 就是就那一塊 就那一塊肉 對不對 全台灣查遍的就是沒有 那怎麼辦呢 也沒有造成什麼實安 很嚴重的重大傷害嘛 那當然實安是不可以鬆懈啊 是沒有錯啦 好 那你今天我說實在 他一直堅持說 你二十號陳建仁要來做施政報告 我把它加開院會處理這個什麼 那個什麼施安的問題 對 你要來專報來處理的話 我想要請問一下黃國昌 我說真的 你怕這種堅持的話 你從禮拜五 那個施政總執行跟施安專報 二十號施安專報有沒有 你把它加開院會加到禮拜三 你提早兩天的話 有什麼意義你告訴我 對不對 那你既然這麼重要 你二十號就來施安專報嘛 而且二十禮拜五那一天有沒有 你就來進行一個 那個施政總質詢啊 你覺得插納兩天有必要嗎 真的喔 對不對 老百姓會在乎這個嗎 黃國昌講的 哇真的是 那個大罵暗然 說得不出像抑證延遲 你說 我一向尊重議事主持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 育你好的那個協商結論 就表示說你藍綠都要照顧誰啊 你會逼我民眾黨在上面簽名 不快簽 協商結論後就不快簽對不對 藍綠怎麼說感情這麼好啦 對啊 他就告訴你啊 所以那個七十分鐘你看 我是覺得說你既然這麼有效力 他之前不是告訴人家講說 你二月就可以來加開院會啦 要討論 我就問你黃國昌 你到底提了什麼案 有這麼重要要排到這個施政總 藍綠兩黨現在很多都是新的 新科立委耶 對啊 對不對 就像民眾黨要講的 我現在根本就沒有塞車 議案塞車 預見塞車的危機啦 直播性嘛 那你找他兩天 到底要再急什麼 我也保證 所以民進黨不同意啊 你看我問葉原資好了 你現在是新科立委 你現在有提案嗎 你的案子有進去 對啊對不對 那加開院會要開什麼 有這麼審有這麼急迫性嗎 他就急著要表現嘛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今天如果仔細看的話 黃國昌你的堅持 你這個莫名的堅持對不對 那你明天是不是要針對這個案子 要繼續要做表決 那如果表決沒過對不對 你以為真的你八家將 真的這麼厲害喔 對不對 厲害喔 我黃國昌現在升量第二名耶 升量是要加人喔對不對 我說真的 說一句話不聽 那只是討論度而已啊 而且負面的多於正面的 你也有什麼好高興的 對不對 而且你看這個前幾名 全部都是負面高於 只有王世堅 我們四個兄弟對不對 他的正面是大於負面 其他的全部都是負面多嘛 那你明天如果表決沒過的話 那你接下來的話 還要再繼續協商的話 那你接下來有個協商 冷凍期要一個月耶 那你不是在幫護航承建人嗎 你除了傳好事 一個月之後才來報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搞這個的話 讓人家覺得說你找那兩天 是為了那兩天 就搞砸了一個政黨協商的話 黨團協商 那你不是小平時 小安金是什麼 對不對 說一句話 就是這樣 好那現在你看 他們現在講說民眾黨 我一直強調以後未來四年 民眾黨的那個什麼 戰場表現的舞台 就是在立法院 所以你看柯文哲 現在是不是進出立法院 所以這個名嘴就笑他嘛 你本來八家將對不對 那個時候二月一號你知道那個立委報到 還有接下來什麼政府院長投票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八家將又起黨了 你看起黨接下來 現在柯文哲又進去 人家講說 本來是八家將就變八家九 對不對 多你一個嘛 沒有現在又多了一個 小函 而且這個真的是我就講說民眾黨真的是神教派 對不對 這我們之前不是說用那個什麼崇拜 神明崇拜的那個意思嗎 對不對 你看八家將變八家九 現在又加了一個陳志涵 黨團主任 你覺得陳志涵對立法院有熟悉嗎 你進去之後你光從整個熟悉立法院的路廁所在哪裡 你都要搞個幾天 接下來我要怎麼提案怎麼意識規則什麼東西 你陳志涵要有多少時間能夠熟練嘛 那你黨團主任是幹什麼用的 你要負責去跟藍綠兩黨協商要喬事情 你要懂才能喬啊 對啊 你去的時候你要跟誰喬 說一句 說一句比較難聽 他們黨團主任 問題是其他像 民進黨國民黨都黨團生長 那這三個人會跟你喬嗎 一定是一樣派黨團主任去跟他說 公共能夠引起什麼什麼結論嗎 造成什麼結果嗎 根本不可能嘛 那他去的用意是幹什麼 就是說你柯文哲兩天 禮拜二禮拜五來的時候 大家聽你的 不在的時候 陳志涵是他的分身啊 所以他真的是來督軍民眾黨立委的嗎 所以現在他們把新主牌 新名跟學生在立法院裡面 變成他們的廟 宮廟對不對 還有分靈進駐立法 陳志涵就是分靈進駐對不對 分靈進駐啊 對啊 本尊分身都來了嘛 所以以後我說實在話 你柯文哲你把重點放在這邊 那就表示說 你之前選舉口口聲聲講說 我要去進行地方組織 我要去地方幹什麼 你沒有啊 你還是把自己重點放在立法院啊 那你還是在博聲量 還是在曝光度嘛 對不對 你如果去地方走的話 你覺得媒體會這麼多人跟著你走嗎 不可能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終究還是喜歡美觀燈聚集 他也是喜歡聲量 就光靠這個而已啊 而且他危機感很大 你看現在排起來前十名 你有看到嗎 沒有柯文哲 不過他不是立法院啊 不是 不是只有立法院 國會時代這個的話 那你這個聲量 你去比較數字的話 柯文哲也排不進前五名 他已經掉下去了 所以他有緊張啊 而且接下來他如果 如果沒有在國會裡面 有發言 國會裡面曝光的話 光這些人身上壓都把他壓死嘛 對不對 你看韓國有多少 一百四十八萬耶 對不對 你柯文哲現在剩多少而已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當然是希望說能夠在立法院裡面 令起爐灶 做一些事情嘛 對不對